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在户外给大家进行录制 我在户外一给大家录视频 我就感觉回到了在深圳的时候的感觉 因为我在深圳的时候做的视频都是户外的 那个时候感觉特别好 那我今天也是就是再重温一下过往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在户外给大家说这个政治的话 或者是说这种时评类节目的话 那也可以啊 以后我尽量走出来 因为每天我都出来锻炼身体 所以说这个在外边给大家录一录 得不得不 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没事 所以说 在录这期视频呢 我想和大家说一个主题 我这期的一个主题就是和大家聊聊 这个群魔乱舞的世界确实挺有意思 你每天都看到在国内上演这种群魔乱舞的一个局面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啊 如果在中国都能够生存下去的人 基本上啊 你去阿富汗也差不太多 啊 其实你看阿富汗塔利班 他和这个国内有什么区别 你就比如说阿富汗塔利班跟香港进行对比 一个就是流血了嘛 往外逃流血了 一个是往外逃 他没流血啊 就是差这个 差这个地方啊 这其他的还是蛮像 是吧 都是想到达这个自由的世界 逃离这种这个 这种就是非人性的一个统治 完了 我今天看到阿富汗塔利班说了 说他们发言说了 这女性啊就多带一个什么头巾啊 就比就比他们以前这个美国统治的时候多带一个头巾 那我在想 凭什么你回来了 就让人家女性多带一个头巾 原来都不带 凭什么你你统治就要带呢 那那你说这帮人算个什么东西呢 你为什么强加给妇女说必须带一个头巾 那个让人家这个妇女就是女性自己啊 的愿望去这个带这个头巾 再有一个宗教信仰都是自由的 都现在这个年代了 完了你还长那个什么宗教智商 宗教那个东西能靠宗教之国 那这个世界还有好吗 靠宗教之国 那你说这个有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教义 那有不同的遵守的一个规则 如果你靠宗教之国的话 那你怎么和就是你信仰不同的人去交往 所以说就可以看出了 就是这个我觉得确实还是太刺了 就是这个阿富汗 但是啊就是阿富汗塔利班在中国 现在是被一窝蜂的追捧 现在啊这个阿富汗塔利班都给在中国国内啊 就是阿富汗塔利班那个炒台班的 都被描绘成了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我就在想你这跟我解放军 解放军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可是这个正规军 那你说阿富汗那个叫什么玩那个呢 那有玩比 那咱们这是一个国家 那正规军部队都统一的着装 统一的那个制式的武器 那阿富汗那叫啥 你看看他们那个枪 你看看他们那个就是这军服什么 哪有军服啊 都穿的美军的遗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还当好玩呢去穿 这就那样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草牌吧 就是一个杂巴刺 我认为早晚必死啊 他们这个东西 我是特别 我我范式这些就是束缚自由的 包括你说你用什么宗教的思想 虽然我这个信仰基督教 但是我从来不愿意用我这个基督教的思维 去强加给他人 我就特别反感那些 就比如说就是有信基督教的 有不信的 完了不信就是信的那个人 就天天去骚扰那个不信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 如果比如说你想传教 你想开展你这个教育 教育就是宗教活动的话 你就把你自己做好 用你自己身上的一个散光点 去影响他人就行了 他假如说愿意问点什么 你就好好回答他就是关于宗教方面 如果人家不问你的话就是点道技术 不是说你不能够说跟人家介绍 但是不要说是天天弄得自己是很火热 像是什么事都弄得自己过 这个特别不好 所以说为什么我反感宗教这个 就是宗教治国呢 我就是反感在这 那你信的和不信的 你为什么要就是强迫人家去信 这个是宗教信仰它是自由的 而且用宗教治国你可以看到历史上 宗教治国没一个好的 都废了哪有好的 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 它是有基督教的一个信仰 但是他也没用宗教治国吧 没说你必须信仰基督教 你才能够成为美国公民吧 没有这样 他只不过说信仰基督教里 那个与人为善呢 甘于这种就是蛇己啊 就是这种这种有爱这些东西 他是信仰这种对人有好处的一些东西 向善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这个宗教就是宗教 这个国度 这个国家的一个自理 政治它归政治 宗教归宗教 这基督教教义也没说说 以基督教治国呀 你看那家那个 就是耶稣基督回答这个法利塞人提问的一个词 所以这个钱呢 这个背后不有一个凯撒的标志吗 就像咱中国人民币有那个毛泽东头像一样 说这个凯撒的归凯撒 这个这个上帝的归上帝 那就是这些败在的什么钱财 你上税嘛 这个东西是凯撒的就给他 该上税就上税 但是宗教的归上帝国 就是这样跟你政治和宗教一定要分离 不要都搞到一起 而且政治也别管理宗教 政治一管理宗教 那基本上什么 那宗教也不是个宗教 对吧 你宗教管理政治 那政治也是四不像 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宗教和政治 所以这个阿富汗确实他比较惨 他以后也 我估计他未来的路也会越来越完蛋 越来越完蛋 但是中国 你看中国从来他对于外界 他不是怎么关心的 你包括当年 当年邓小平出兵攻打这个越南 他不也是怕这个越南在这个东南亚地区 南亚地区 他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那个势力 他要称霸 比如说称霸这个东南亚 称霸南亚 他不就废了吗 对吧 对中国它是一个威胁 这个时候他可以去支持这个柬埔寨的 红色高棉政权的布尔布特 布尔布特都知道是在历史上 都是臭名遭入的 那因此这个政治 他就是 就是这样 你像美国这个国家 还是不错的 他有这个人道 他有这个干预 但是你像中国 中国一般都不会去干预外界的一个事情 再一个中国 他也 他怎么好意思说打着什么 这什么就是干预 人家国家内部的一个事情 你干预人家什么人权自由 你自己人权还没怎么明白呢 你还干预人家 他也没有那个脸 他怎么好意思去干预 所以说他也没有这个干预的一个基因 那今天这又说回到什么干预不干预 那个其他国家内政 我认为该干预的时候就干预 凭什么不干预 那这是让人家妇女 让人家女性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怎么能不干预 他人民选的 阿富汗人民选择 选择那是美军 选择那阿富汗那塔利巴了吗 他选择阿富汗塔利巴了 那还用美军干预什么呀 还往美国跑什么呀 对不对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这两天你还没看到吗 那哈布尔机场 那周围那是数以万计的 那美军现在撤离了 说11万多人了吧 我希望多撤离点这个难免 让他们都去这个自由的国度去打 不要再给阿富汗打了 太惨了 那好的 这是阿富汗啊 再说国内的 国内最近有一个事啊 就是国内这些群魔乱舞嘛 我看有一个大V600多万粉丝 说了一句话 在中国样人也给骂坏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 为什么我说独裁统治 他必将灭亡呢 因为人民是在觉醒的 你就独裁的统治 就从历史上来讲 就是必将是灭亡 当然我不说中国 中国不是独裁统治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就说历史上 啊 人民逐渐都觉醒 面对的这种独裁的一个思想啊 这个就是 你看啊 就是今天我在网上 就看到一个这个变态啊 这个变态是怎么说的呢 啊 就是美军不有一个女兵吗 抱了一个阿富汗的孩子 完了 但是很不幸啊 这个女兵在最近的自杀爆炸 就恐怖袭击当中死去了 完了 这人就说了 我这女兵死不死 我一点不关心 她爱打地打地啊 但是关键呢 我就关心 我就关心那个孩子 完了 他就说美军是侵略的 所以死活感 就是这话就都上了 完了我就看底下一堆人骂他啊 就是骂他的 基本上都让他删除 但转发他删除不了 我一看转发 都是在骂的 特别好 我就感觉中华人民确实是觉醒了 而且中华民族 就中 这个也是确实是有救的 有时候老说 这中华民族没救的 有时候一看这些 骂这些这个极左派的 或者是骂这些这个 确心言止的 哎我就觉得 确实在国内也有这么一股 正义的势力啊 在逐渐的苏醒 所有人都苏醒以后 我权力就回归大众 就真的权力取自于人民 用自于民 就是这样 你所有中国人都觉醒了就完事了 你可以看一看东欧 你看看东欧当年怎么巨变的 你就知道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啊 我是指这种独裁国家变成民主国家 因为咱们现在也是社会主义民族 那可能跟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关系啊 但是中国人民是越来对这种独裁的思想或者是独裁的一种语言 他是越来越这个怎么说呢 越来越排斥的 或者是对于这种非非普世价值的非人道的这些东西都是在抨击的 但是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 为什么现在微博 你把公职的都禁言了 就公共知识分子说几句话就禁言了 你把他们都删帖了 而这些就是把美国形容的特别邪恶 并且说他们死多少人 都是靓丽的风景线呢 都是应改的 那这种言语你为什么不删呢 我特别有意思啊 我特别你说公职说的不对 说给这个国家提意见不对 那公共知识分子提的意见没有这个恶劣吧 人家都人家那个美军的士兵 那是国家派的去的 那这个美军的士兵 这个女兵他愿意打仗吗 他也不愿意打仗 他也希望阿富汗处在和平当中了 所以说他才去营救那个小孩嘛 才是这样 那你他现在也都已经死了 完了你在国内有人这么去说他 说这个女兵 完了你完了你微博不傻 而公共知识分子说这个地方抢踩了 说那个地方又不公平了 又有这个官僚欺压人民百姓了 完了你去删着帖 有这么干事的吗 对吧 那没有这么干事的 那你说你亚论 你说你有社会主义亚论自由 你社会主义的民主 社会主义的亚论自由 难道就是让这些群魔在这上面乱舞吗 这些极左派天天照核弹头 全是天天让这些人在这上面说话吗 那为什么那些说正常说话的人你不让说呢 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如果你在国内做自媒体 你必须啊就是比如说你评价这个社会的一个事件 哪个地方创扯了 或者哪个地方这个发生点什么突发性事件了 你必须是专业的记者才可以 你必须有这个记者的一个证件 才可以在互联网上发生 你比如说普通的老百姓没有这个能力去举报 你比如说我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了 我不可能说在网上进行举报 就是没有媒体的一个呃声音 没有媒体的一个关注 什么叫自媒体 自媒体不就是要老百姓说话吗 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民众他都是一个媒体 所以说在中国他没有自媒体 只有官方的媒体 就是那些狗屁一样的媒体 天天说那些这个不招四六的一个话 我现在一看他说的那些玩意儿 这没有一句是人话 对吧 你没有一句是人话 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 说美军士兵去这个去死是应该的啊 是这种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就不光是你像现在这个民众啊 已经这样了成年人这样 呃就学校的学生 现在开始也不正常了 当然是现在学校学生一般也都18岁 因为是大学生了 也是也也这个满18岁了 但是按理说他没有接受过这个社会的一个洗礼 他应该是单纯的 应该是纯洁的 就相对来讲你在下压塔里 你比较这个单纯啊 但是现在也不是这样 那最近呢 有一个小孩啊 他就大学生 他怎么了呢 他就是被这个学校啊 强制让他去打疫苗 完了他没有办法就打了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 说这个在学校里如果你不打疫苗的话 什么平友啊 什么补助啊都没有你的份儿了 那就是这些拿这些卡你 完了之后呢 你就必须去打这个疫苗 那这就是强制打疫苗了 那我想知道强制打疫苗用不用填那个自愿申请书 那你说打出事儿算谁 又回到老问题 那在这里不细说了 就不再赘述了 但是这个小孩被强制的 就是变相强制的去打完疫苗之后嘛 他录了一个视频 我看完后非常恐怖 我说这中国人的现在怎么这样 对吧 中国的孩子怎么这样 他怎么说的啊 我给大家学一下他演完话 我那个视频呢 我我也找一下 我这个把它放到我这个视频的底子 我看能不能弄一个链接 大家也可以去点一点看一看 这些小孩打完疫苗 他录了一个视频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 我是被学校强制打的疫苗 如果我有什么反应 如果我这个打完疫苗 就是身体有不适了 我要去报复社会 我要录这个视频就证明 我精神没有问题 我要是我要是报复社会 不是因为我精神有问题 而是你强制我打疫苗 给我逼的 我就要去报复社会了 这个小孩录了一个这个视频 我看完这个之后 我非常非常的恐怖 就这还不叫精神病吗 还说自己精神没有问题吗 首先啊 你找这个源头都找不着 就是你一讲报复 你都找不着人 你报复什么社会呀 社会怎么的呀 对不对 这你应该说什么呢 就是即便冤有头再有主 你说这个你想有这个心理 你应该找谁强迫你去打疫苗的 你去找谁 对吧 冤有头再有主 你不能说报复这个社会 你这社会怎么的 那社会里的普罗大众那些无骨的人 他也不是说他按着你去打疫苗的 你应该什么呢 谁让你打疫苗 你去找谁去 再一个 你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小哥们 拧不过大腿的时候 我就不打能怎么样 就跟他坚持到最后 有没有点骨气呀 你有那个能力去报复社会 你有那个胆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于对吧 对于你的上边的管理的人说不呢 这点勇气都没有吗 真是一个懦夫 我就烦那些就是报复社会的 就是懦夫 冤有头再有主 谁惹你 你去找谁去 对吧 你要是能通过法律的 我我希望就是假如说这些面对社会不公的人 你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一个诉求去解决 但是在中国 你合理合法 你像我昨天给大家做视频的 那也也很魔幻吗 对吧 这魔幻 这真是一个魔幻的世界啊 打电话 警察他都他都不懂法 他都不宣传这个法律法规 那你说我怎么办吧 真是有冤没处素质有苦不能严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这不就把人逼到了死活路上 所以所以就为什么中国在这种 极端的事情这么多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 因为中国他不是一个法治活家 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他没有法治 人权律师全让他抓了 哪有一个国家抓律师的 律师是最懂法的 你看看抓人权律师 抓律师的国家 还能有法治 你搞笑吗 对吧 大家可以想 一个按理说 一个社会的律师 在美国在发达国家都属于经营群体 你比如说律师 教授 还有医生 这都是属于经营群体 一个经营群体 难道他不懂法吗 难道他没有素质吗 完了这个国家抓这个经营群体 那到底是谁的错误 那你说那些人权律师 还没有抓他的那些警察 懂法 开玩笑 我不相信 我认为他们是最懂法律 所以说一个一个人权的律师的出事 这个也是可以看出 确实挺有意思的 那好了 那今天跟大家说到这 对于那个孩子的一个苦衷 我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对于他说这个要报复社会怎么样 我认为他找错的人 冤有头战有主 谁的事去找谁去 而不要说是把你的怒气 把你的怒火 发泄到比你害弱小的人的身上 那这是一个懦夫的一个行为 说这个拍那个视频的还是一个男孩 哎呀我就感觉是真是一个 连一个男人能说出来这种话 说实话 他他真是啥有事 就不够一撇一捺 也不够说是当个男人 趁着儿子 我要是他 我要是认识他这种人 我都没脸在这个 就都没脸出来说话 真的 这种人杂子真 谁认识他 就尽量赶紧跟他切割 他家里都培养的也太能什么 嗯 好了 那今天呢 视频呢我就录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那希望在中国吧 做一个正常的中国人 不要说受那些人杂的一个影响 见到他们这些人杂上去 那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制止吧 好 希望大家看到这些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都能够发发生 或者是说制止一下 我希望这个社会应该成为一种 互相关爱的一个社会 面对不公平的事情就要发生 嗯 前两天你看这个河南郑州 地铁五号线门口嘛 不有一个小孩 排那个 呃 航排嘛 被这个 当地的有关部门 把那个 飞行器给打下来了 那你看那个群众 是吧 就当时这个群情就激愤了 所以说中国是有正义人士的 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 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 越来越 越来越法制 啊 越来越这个 让人活的像个人样 那今天视频就录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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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